在国际间为国家争光 由南部多索大专院校组成的一个学生团队 月初到德国参加有美法界奥斯卡称号的法兰克福世界杯 总共夺下了二金十四银还有四铜 创下台湾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其中两面金牌都是由台南应用科大的吕亚奇独得 主办单位宣布金牌得主来自台湾的吕亚奇 和其他学生们当场人手一面国旗冲上台 秀出自己的国家 这是有美法界奥斯卡称号的法兰克福世界杯 台湾由南部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组队参加 其中台南应用科大的吕亚奇 一个人就独自拿下了探法项目和男士减染造型项目两个金牌 上午学生搭机回到高雄小港机场 受到学校和家长热烈欢迎 还蛮激动的 不只吕亚奇初次参加国际赛事就拿金牌 其他学生和整个团队另外拿下十四赢四同 是台湾参赛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 全靠学生比赛前熬夜练习 这一次有五十多个国家 有一千多位人 一千多人次的选手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样子胜大的国际竞赛要胜出的话 主要就是你的技术底子要非常的扎实 再来就是要掌握他的这个流行趋势 包括带队老师也拿下台湾从来没拿过的教育年度成就奖 台湾再度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软实力 也让学生更有信心希望再征服更多国际比赛 记者王继孙 陈显坤 高雄报道